其实我刚刚觉得 几位老师说的话非常有道理 其实我想了一下 我觉得也是自己比较自私 也没有做好再一次 做父亲的一个准备 那么我觉得从现在开始 我会努力再一次承担起 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和一个男人的责任 其实我觉得我也不是不想要孩子 刚刚老师说的这些话 我觉得最有道理 我会加油 努力 奋斗 把这个家扛在肩膀上面 请你给我这个机会 其实我也知道 你平时挺辛苦的 然后我也愿意 跟你一起去承担 只是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 也为我们的将来 要好好规划一下 好 谢谢两位 请回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接下来他们会怎么选择呢 开门 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这个要带上 别着急 别着急 我先电广告 然后告诉你好吗 牵手成功的嘉宾朋友 将获得伊贝斯纯净面膜 提供的爱情保卫战的 纯爱定制礼盒 纯的爱 放心爱 伊贝斯的纯净面膜 来 各位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 请见证 好 好 听亮灯吧 加油吧 加油吧 好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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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今天的这个笑容能成为他们未来生活的一个主题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晶云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我们有请图里老师 进入到晶云的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伊贝斯爱情保鲜记 有网友提问 图老师你好 我和老公结婚一年多 孩子也已经五个月大 最近他老师上班 以工作的理由骗我去网吧上网 甚至还和一些女生有暧昧不清的关系 我很生气想和他离婚 但是他一直不同意 还和我一直保证不再和其他的女孩联系 现在我很茫然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知道当一个男人还愿意去欺骗 说明内心还有一丝愧疚和忌惮 如果你把他扯得一丝不挂 最后只能让他恼受成怒 破坏破摔 给他留一丝面子 同时给予他一定的信任和鼓励 这样往往可以让他 向好的方向回头是岸 到那个时候 如果人至意境的情况之下 他依然无药可救 再离婚也不是 更加坏破坏的地方是岸 等下